高雄小港区发生吊车翻覆的意外 一辆55吨重的大吊车正在进行吊挂作业 结果突然瞬间侧翻 吊臂也倒在了工地内 还好驾驶及时逃出只受到轻伤 初不了解吊挂作业没有设置适当的防护措施才会酿货 目前相关单位也已经勒令停工 大型吊车四轮悬空 原来烧倒前吊车作业过程中 一次重心不稳硬沉沉反覆 公安意外现场直接吊车外身撑坐 直接陷入地面 从高处俯瞰 整辆吊车侧翻 车头碰撞围墙 吊臂直接卡在钢筋上头动弹不得 事发在30号早上8点多 高雄小港区永顺街附近的工地 当时鸿信男子正进行钢筋吊挂作业 没想到吊车进瞬间翻覆 吊臂也偏倒工地内 好在驾驶及时逃出 尽受轻伤 刚才要下来的时候去拥到的 还没想到 没没 我怕一下 对了 违反建筑法第六三条的规定 那本级 1989条 立定停工 相关单位货报紧急到场勘查 除不了解 该吊瓜作业 未设置适当防护措施 这才发生意外 目前也热令停工 只是约55吨重的吊车当街翻覆 好在没波及其他人车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借高雄重报导